我妈妈的见证啦 我妈妈在十多年前 其实她一边眼睛是瞎掉了的 你知道要一眼睛啊 她瞎掉了的啦 要多少钱啦 十多十五年前啦 至少五十千以上哦 所以那个时候她还有insurance 所以我们就是claiminsurance claim到五十千满 就没有得claim了怎么办 她的眼睛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 她平时操劳过度啦 老人家你不要给她搬种的东西哦 搬种的东西啊 往往她 她的那一个眼睛 太高的话 她的那个 筋络啊会burst的 会爆 爆降 所以爆降的时候 她的血液就会流出来 流出来你们看到眼睛是红红的嘛 对吗 所以以为是 没事情的 其实是大事哦 所以 那个血液流出来就遮住铿铿 两年之内哦 她的那个血液会干的嘛 干了 所以就看不到东西 所以有一天早上 她起来的时候 她讲我看不到你了 吓死我哦 所以那个时候啊 我们就赶快带她去医院 那个时候有得罪吗 所以我们就去了六星级的医院 Illand Hospital 然后一支针啊 她要怎么样给她啊 你要把那个前面瞳孔的那个血液打给她散啊 你就要把整粒眼珠抽出来 要在外面了哦 你不可以眨眼啊 眨眼要重来第二次的啊 不等过眨眼那个灯光照下来 那支针针针的 这样子打下去 然后回家之后呢 你不可以这样子躺着睡啊 也不能这样睡啊 你不要这样子睡 睡足两个星期啊 这是才第一支针啊 那支针15年前 是一千多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也没有什么iVision的产品啊 我们也不懂啊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 但是还小啦 所以 第二支针 我们也不晓得医生 医生是说打三支就可以了啦 其实哦 医生是在安慰他的 可能要去到十支 十支不行 要去到十一十二支 你这样子算下去 一支十多千啊 够力哦 那个口袋 所以 所以 我妈妈其实打了第三支 第四支 幸好看得到了 但是很萌的 东西有遮这一层的 然后就陆陆续续 从那边医完了 全部医药费划到完了 我们就去外面去医 一支六千多 比较便宜半了 所以就打到四千多最少 哦 然后 之后 过了十五年哈 他的视线是这样子的 那个血液已经清掉了啦哈 他的视线中间有一条痕了 所以看东西很不舒服 我们就像刚才 Brother讲的 晚上驾车 会散光 不是Brother讲的 那个 那个 所以 Engine Engine 啊 晚上驾车 散光的时候 他给当他的 必须戴黑眼镜驾车了 然后我们就给他 iVision先用 用了一个星期 他竟然跟我讲 他晚上驾车 没有这一种不舒服的情况 一星期 完了 我跟他讲 你不要骗我哈 人家讲是六十天啊 所以 其实哦 我妈妈必须每一天 滴眼药水哦 至少三四以上 然后我们 去厨师啊 买特别的眼药水点啊 滴了 那个眼药水的话 费啊 一个月也要滴两罐了至少 啊 所以现在有iVision 我们宁愿给他吃iVision and then 眼药水竟然可以在 一个星期后 他没有再滴了 哦 滴了十多年咯 滴力嘛 嗯 然后我家也有我的uncle啊 第七素也是严重啊 他眼皮这样子拉下来啊 你会看到 白白的一点一点 好像凹色这样子 在眼睛眼皮 眼皮底下这里 里面啦 白一点 哎呀 然后他每一天都在流泪了 然后要他眼泪啊 会飙出来 所以要每55克都拿着 滴锡皮去擦擦擦擦 然后这样子 然后他和我妈妈同时用 这个iVision 现在哦 他的一滴眼药水也没有滴了 哇哦 很神奇哦 今天凹色还有吗 今天凹色我还没有去翻 哈哈哈哈 我还没有去看哦 因为我自己本身哦 也 也有用啊 所以 呃 我看很多哪是这样子 越远越好 哈哈哈哈 长远的眼光 哈哈哈哈 然后有时候看到两三个影子哦 我看了两三个钟啊 的手机啊 眼睛还是会默的 所以 吃了iVision 不是一百八仙 那你 呃 除非你一百八仙 不要用手机啦 这样子就会好得很快 所以 一定要继续吃iVision 对 要看手机的人 一定要继续吃iVision 哈哈哈哈 不加不保比 哈哈哈哈 好 哦 我希望我的分享 帮助到大家 谢谢 更加的有幸福 谢谢